工潮持續近一個月 仍然未有解決跡象 長江中心就突然貼出告示 指中心外的道路部分範圍 是屬於業主的私有物業 可以路過 但不可以佔據或阻礙 也不可以放置物品、構成滋擾 要求示威人士帶走示威物品 以及離開私人範圍 物業管理公司由日品法院 要求禁止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 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 以及其他遊行人士進入 佔據或路過長江中心物業範圍 不過高等法院就拒絕頒法臨時禁制令 指事件涉及到言論和表達自由 並非純粹商業事件 而長江中心外的集會 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沒有阻礙任何人進出 認為法庭要考慮平衡各方的權益 所以押後到下星期五再處理申請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就說 對於長江中心的做法感到遺憾和憤怒 全部碼頭工人來到這裡 是和平地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那大家過去看到我們 整個星期在這裡 其實沒有出過任何的不愉快事件 但是換來的是HIT 不斷地以本商人 現在到就是用申請禁制令的方法 希望清這裡的場 我們覺得它又用另一個打壓的手段 去打壓我們工會和工人的表達自由 物業管理公司發言人就指 公司尊重言論自由 以及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訴求 但認為李卓人等人行動不和平 又指星期三有示威者闖入長江中心的辦事處 對上班的人士帶來難以容忍的滋擾 發言人又指職工會聲言 可能會將行動升級的言論具有威嚇性 集團認為有需要申請禁制令 香港風頻電視機者彭樂言不論